昨天的雨室带来了1,210万吨的水量 换算下来大约是全台一天的用水量 其中翡翠还有石门水库进账不少 不过新竹的宝二水库虽然水位有上升 但对于解除旱象还是有限 如果到5月底新竹水库集水区的平均降雨量 没有达到100毫米 预计在6月1号开始要实施公五停二 影响超过30万户 石门水库缩时影片明显看得出来进账不少水量 由于中北部24号降下大雨 光是一天就带来1,210万吨的水量 换算约等于全台一天用水量 其中翡翠水库进账许多成为最大赢家 石门水库则是第二名 虽然新竹宝二水位有上升 但这样雨量不及100毫米 蓄水率也只有3.41% 对于解除旱象相当有限 中部鲤鱼潭水位持续下探 仅剩1.73% 虽然天降干零 不过新竹水库集水区 如果在5月底平均降雨量 没达到100毫米 将在6月1号起实施公五停二 在疫情和停水的加工下 饭店业者也做好万全准备 饭店将会采取定时监控用水量 和提前储水备用 并且我们已经接洽了买水 作为备源使用 新竹地区的保三保二水库系统的部分 降下了5.7毫米的雨量 也预估可以增加37万吨 这样的一个入流量 仍然有降雨的机会 周一的大雨对新竹帮助不大 如果实施公五停二 将会影响超过30万户 超市去购买水桶 那现在用一些备存水桶 然后备水 然后避免停水的时候 没有水可以使用 民众现在也只能祈求老天爷赏脸 在集水区降下大雨 替水库捷克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